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只本该在山林中生活的野狼 怎么会出现在这样大的一个深井里 身处如此绝望的环境 它最终能否脱困呢 原来这头狼是在头天晚上寻找食物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才栽进了井中 其实当时也有村民听到了动静 但也没多想 直到第二天起床一看 才发现是一只狼闹出的声音 发现深井中的野狼之后 善良的村民赶紧喊来大火 看看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 帮这头狼脱离苦海回归大自然 但救援行动并没有那么顺利 在这个巨大的深井里 野狼正处在井底 井底离地面足足有十几米高 现在的野狼根本爬不上来 只能蜷缩在下面 又或是在底下四处走走 而且井下面又是脏水和垃圾 野狼的身上早就沾满了各种脏东西 或许是被臭味给熏的 也或许是看到这么多人有些害怕 野狼情不自禁地叫了好几声 虽然狼的天性十分凶残 但村民们还是不忍心看着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 在肮脏的深井中受尽折磨 于是迅速商量起该如何展开救援 很快救援方案确定了下来 他们首先准备好了一根绳子 然后将绳子的一头打上活节 只要套住野狼的头部或身体 然后再把绳子一拉 就会牢牢拴住野狼 最后把他提到岸上 此时井口围满了温讯赶来的村民 大家心里都非常着急 热切希望这场救援行动能顺利完成 但狼看到降落下来的绳索 下意识就以为这是对自己有威胁的东西 只是盯着绳索发呆 一旦绳索晃动起来 野狼还会将头缩进井底的洞里 戒备心十足 而长长的绳索根本就持不上力 只能随着村民的手在井底晃来晃去 看来用绳索直接套住野狼的行动 失败了 无奈之下 村民们只好找人把村子里的捕蛇人喊了过来 因为他不但胆子大 也更懂得如何引诱动物 不然野狼一直躲在洞里的话 这场救援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紧接着他们又找来一个主题 然后靠在井边上 接下来就该捕蛇人登场了 因为井闭太滑 捕蛇人在下落的过程中 好几次脚都踩空了 大家也屏住呼吸 盯着捕蛇人下落的动作 好在有惊无险 捕蛇人顺利到达了井底 随后他站在了主题上 此时上面的人已经紧张地看着三哥 毕竟能否成功把野狼救起来 可就全靠他了 此时野狼又躲进了洞庄 只露出了头部 当捕蛇人拿着主干引诱他的时候 他一点要出来的迹象都没有 只是紧紧咬着主干 而吊着的那根白绳 时刻对着野狼 只要一有机会 上面就会立刻拉住绳子 但野狼并没有那么容易上当 始终僵持着不肯露出全部身子 好在捕蛇人非常有耐心 在臭味熏天的井底 继续引诱着野狼出来 并试图通过棍子激怒他 只是野狼依旧躲在洞里 无论如何就是不肯出来 不过在捕蛇人持续的激怒下 野狼终究是没能耐住性子 在捕蛇人面前露出了 稍纵即逝的破绽和机会 视频中可以看到 绳子已经套住了野狼的身子 此时上面的村民们 也因为套住野狼而鼓掌庆祝 这样救援基本就成功了 完成自己的任务后 捕蛇人通过主梯和绳子爬了上来 上来后 捕蛇人也为自己的救援感到很激动 说毕竟是一条生命 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受苦 终于野狼被牢牢套住 大家拽着绳子 很快就将野狼提了上来 令人意外的是 此刻的野狼已经没有了 刚才的挣扎和凶狠 看起来也并无大碍 看样子他已经明白了 大家是来救自己的 对自己并无恶意 最后捕蛇人为他解开了绳子 他也没有袭击村民们 而是默默地转身 跑进了自由的树林 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 野狼即使是一种凶狠的动物 但是在受到人类的帮助后 富有感情的他 一样如同人类一样 感受到可贵的善意 希望大家对这些动物 敬而远之的同时 也能在他们受尽折磨的时候 可以力尽所能地帮他们一把 祝他们脱离苦海 有条坎坎不平的盘山公路 车辆行驶在上面极为困难 被当地人称为阎王坡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车毁人亡 下去见阎王了 不过对于熟悉当地情况的老司机而言 这并不算难题 他们能够在狼群的帮助下 顺利驶过上坡 化解危机 这种说法 不禁让听到传闻的新手司机感到困惑 为什么狼群会帮助司机挪车 他们真的那么通人性吗 1981年冬天 货车司机刘先生接到公司的命令 前往此地送货 刘先生当时25、6岁 刚拿到货车驾照不久 这一回是他第一次出差 途中正好要经过这条被当地人称作阎王坡的盘山公路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 刘先生带足干粮和暖水壶 准备好其他物件 开着半挂大货车 风风火火地便赶赴目的地了 一路向北 空气中的寒意见增 公路两旁的积雪也逐渐变厚 刘先生看着眼前飞逝而过的各种景物 像刚出门的小孩一样左顾右盼 机理充满了好奇与新鲜感 丝毫不觉得疲惫 不知不觉间 货车便开上了一条颇为陡峭的盘山公路 这时候临近傍晚 刘先生打开车灯 身体随着坐垫上下起伏 轮胎破开积雪 在薄薄的冰面上艰难地滑行 刘先生小心翼翼地把住方向盘 控制着油门的平衡 他心里清楚 倘若速度提得太快 很容易在冰面上空转 而如果速度慢下来 则难以爬上山路 这种情况十分考验司机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先生的耐心终于被耗尽了 在一次上坡过程中 他忍不住多踩了一脚油门 想要快点上去 然而就是这一脚 差点让刘先生命丧荒野 嗡的一声后 车子的发动机渐渐没了声音 货车止住了向上的势头 开始逐步往下滑 刘先生赶紧踩住刹车 制止货车的后遗 然而这里被人称作阎王坡 不是没有原因的 坡面上早已结了层尖兵 尽管轮胎不再转动 货车却仍然难以止住下降的趋势 艰难地往后滑动着 到了这时候 刘先生的心中终于有些慌了 他手足无措地坐在车厢里 既不敢打开车门逃出去 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试过重新点火 却都无法成功 难道真的要把命丢在这儿了吗 就在刘先生即将崩溃时 山坡的两侧不知何时聚集了一群双眼帽绿光的野狼 这群狼的体型偏瘦 皮毛成灰白色 正不断打量着停在路中央的货车 这时候刘先生灵光一闪 想起了来前一位老师傅跟他说过的话 如果在阎王坡上遇到了困难 可以求助当地的狼群 这些野狼会帮助遇难的司机 他打开车门 在路边捡了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头 垫在轮胎后面 防止货车进一步下滑 随后刘先生一咬牙 慢慢走进路边的狼群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 这群狼果然没有恶意 见到他靠近后 没有一拥而上地扑上去 而是微微垂着头 发出了低微的嚎叫声 似乎是在提醒刘先生 他们可以帮助他 看到这一情形 刘先生心中一喜 他连忙跑回车上 从车厢里取出了两股结实的麻绳 回忆着老司机讲述的方法 把麻绳的一端系在车头上 另一端则抛向低声嚎叫的狼群 接下来的这一幕 让刘先生极为震惊 只见野狼们从两边的坡上 一跃而下 张开狭长的狼嘴 纷纷叼住刘先生扔过去的麻绳 随后像是得到了某个指令一样 这群野狼骑骑向坡上使力 动作整齐划一非常熟练 看样子练过很长时间 起初货车还纹丝不动 助力在白雪矮矮的公路上 如同身形硕大的怪物 瞪着一双通亮的大眼睛 仿佛在嘲笑这群干受野狼的不自量力 然而过了一会儿 这群野狼找到了最佳发力点 货车竟真的移动了 刘先生站在坡顶上 清晰地看见货车的车灯 发生着变化 从一开始的挟刺空中 慢慢放缓了角度 直至与天空齐平 照向远方 这群二十余只的野狼群 居然真的搬动了大货车 将车子移到了山坡的上方 他回头看了看那群 还停在原地的野狼 心中充满了感激 不过 他的车里并没有携带多余的礼物 只好拿出仅有的几何罐头 撕开后放在狼群跟前 刘先生充满诚意地向狼群表示 下一次他过来时一定会给他们带上鲜嫩的肉泪 野狼群似乎听得懂人话 轻轻嚎叫了几声 叼着罐头啃了几口 没有刁难刘先生 吃完罐头后 狼群又默默地退到了山坡两旁 似乎是想看着他安全离去才放心 刘先生心头一暖 他冲着狼群挥了挥手 随后便开着大货车 晃晃悠悠地走远了 反诚实刘先生遵守了诺言 没有忘记这群曾经帮助过他脱险的狼群 他在当地购买了足足半扇猪肉 装在货车的车厢里 准备送给这些野狼 来到熟悉的地点后 刘先生故意停下车 按了几下喇叭 随后打开车门 站在了路边 没过多久 这群野狼睁着碧玉绿的毛子 缓缓行至山坡上 刘先生见状十分欣喜 他打开了车厢的大门 摇着手 招呼野狼们过来 通人性的野狼很快便跳下山坡 迈动着四肢 一路小跑来到了车厢附近 刘先生笑着指了指猪肉 又指了指狼 说 这就是给你们的 野狼们明白了刘先生的意思 随后便应拥而上 将猪肉扒拉了下来 像蚂蚁般东西一样 五六个野狼齐发力 把猪肉扛在狼爪上 向远方挪去 刘先生看到后 再次感慨野狼的聪颖 回到老家后 刘先生迫不及待地 找到了那个提醒过他的老司机 他拿上好烟好酒 向师傅表示了谢意 如果没有他给出的经验 刘先生是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请狼来帮忙的 聊天的时候 刘先生向老师傅提出了疑惑 为何狼群知道 怎么帮人挪车呢 最早的一批司机 又是如何想到 让狼来拉车的呢 原来 这段人狼互助的情谊 原来已久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 当时这条山路 修得极为艰辛 尤其是到了寒冬腊月 锄头敲在地上 就像打铁一样 很难找出痕迹 更困难的是 修路的材料 很难运上来 工人们吃力的前来后推 费了半天功夫 才走过一小段路程 直到一件怪事的发生 改变了工人们的艰难处境 当时的阎王坡还没有得名 人们在修建这段路时 已经预料到了日后行车的风险 他们竭尽所能 将坡道铺设的缓一些 但即便如此 相对于其他路段 这里仍然十分陡峭 在开路的过程中 施工队无意间发现了一窝野狼 这可把工人们吓坏了 在野外 狼就是危险的代名词 不仅力大无穷 爪牙锋利 还极为狡诈 行人一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命丧狼口 为此 工人们提议 趁着现在人多 上去把狼群给敲死 免得日后生出火端 然而施工队队长老张 却是个心善的人 他表示 既然狼群并未主动攻击人 没有必要上去招惹 更何况 他们为了修路 破坏了狼群原本宁静祥和的家园 哪有纠战雀巢 反而怪罪人家的道理呢 队长见到奄奄一息的小狼 心生怜悯 从怀里掰出点碎摩摩 递了过去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队长这一随手的善举 竟给施工队帮了大忙 到了下午 山坡上悄无声息地 站了一群野狼 狼群的影子遮住了日头 工人顿时感到一阵阴凉 他疑惑着他都望去 看到头顶上 敬立着十来只灰狼 不由吓得瘫倒在地 连连后退 随后 令助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狼群纷纷跳下来 拉持着独轮车上的绳子 不一会儿 便把小车拉到了山坡上 直到十几辆小车 全被拉拽到了坡顶 狼群才歇下来 立在山坡上望着一旁的工人 人们傻眼了 难道狼群费这么大的劲儿 就是为了帮他们搬东西吗 队伍中有年纪较长的人 一脸郑重地走上前 取出自己的干粮 分了一半给狼群 滴水之恩当泳泉相报 这群狼群是通人性的 不应该让他们白处理 其他人愣了伙后 也学着老工人的样子 或多或少地分云出一点食物 轻轻放到狼群的身边 就此 施工对于狼群形成了默契 每到施工困难的时候 狼群就会跑出来帮助工人们 相应的 工人也会拿出食物作为酬劳 换取野狼的劳动 时间长了后 当地便由野狼干苦力换食物的说法 刘先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 这群定居在山坡附近的野狼 居然和人类一样打起了灵弓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点击订阅 了解更多有趣故事 身强力壮的牧民老王 从未把自己的眼睛瞪得这么大 直冲着他的正前方 而在他前方的竟然是一只表情非常猙獰的母狼 他也把眼睛瞪得非常大 这只母狼凶狠的目光 恨不得一下子把这名强壮的牧民击碎 而他只不过是本能式的想要保护 自己刚出生不久的一窝小狼仔而已 而牧民老王到底为什么要招惹这只母狼呢 实际上是母狼主动攻击牧民老王的 而这位牧民老王也只是不小心踏入了这只母狼的领地 母狼见牧民老王闯入他的领地 趁他还没注意时就准备向他飞扑过去 当这只母狼接近了这位牧民老王还没起跳时 却踩到了地上早已放置的捕兽夹 也不知道这只母狼怎么跑的 捕兽夹一般都是会夹在狼脚上 而这只捕兽夹竟然夹到了这只母狼的腿根处 甚至夹到了内脏 当这只母狼疼得嗷嗷叫时 牧民老王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竟然差点被狼成功袭击 倒在地上的母狼忍着剧痛马上站了起来 对着这位牧民老王怒目而视 而这位牧民老王也瞪大了眼睛 自己从未遇到过如此突发的危机状况 但对这位牧民老王幸运的是 他面前的母狼已被捕兽夹直接伤到要害了 看到牧民老王嘴中还流着血 这位牧民老王已经猜到 自己还是有存活的机会的 不过就在这位牧民老王跟这位牧民老王对视没几秒 牧民老王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这位牧民老王撒腿就跑 果然牧民老王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 本能反应要继续追击 可惜没跟多久就停下了脚步摔倒在地 受伤后再加上剧烈运动 他直接应激死亡了 然后这位牧民老王察觉到后 就返回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看不得了 刚刚情况太危急 还没有注意到 在刚才自己被母狼袭击的地方 还有一阵阵小狼仔们的嚎叫声 这位牧民老王找到这一窝小狼仔后 才确定刚才所面对的是他们的狼妈妈 那么紧接着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这一窝小狼仔怎么办 如果就在这里让他们自生自灭的话 非常危险 这里杂七杂八的野生动物本来就不少 没有想太久 这位牧民老王就索性把他们全部装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接膏带中 这种接膏带本是牧民老王在放养时 怀孕母羊防止在草原上产羊仔时血腥气味太大 招来飞禽攻击 这是非常有风险的事 所以牧民老王们通常就会用接膏带 直接把这些刚出生的羊羔先给装回家 而这位牧民老王也是第一次把接膏带拿来装小狼仔用 当这位牧民老王把这些小狼仔们接到家后 这位牧民老王的孩子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的孩子只是听说过狼 还没有经验见过 更别说这些小狼仔们了 而这位牧民老王的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养奶 所以小狼仔们即使失去了生他们的母狼 在这位好心的牧民老王家里 还是被照顾得非常到位 在孩子知道怎么给小狼仔们喂奶后 这项喂小狼仔的任务就成功地 被孩子抢夺到了自己手里 其实牧民老王放牧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家里的孩子也会早早就来帮忙 所以在孩子不用上学的假期中 除了放牧外 另一件肯定会做的事就是陪伴这几只小狼仔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狼仔们也发育得很快 从只会趴着喝奶到四处乱窜 真是过了没多久 每天看到这几只小狼仔围在自己身边 活蹦乱跳快乐的样子 这位牧民老王的孩子也会由衷地感到开心 在这个纯洁的小孩与未产生野性的小狼仔们 之间产生了一种独有的深厚情感 这些小狼仔在小孩的面前 仿佛就是一群小狗狗一样 对着主人跟来跟去的样子 不过这位牧民老王看着自己的孩子跟一群小狼仔这样稀稀玩耍 却越想越不对劲 他出于对自己孩子的关心 突然想到一句俗语 可怜狼的人要被狼吃掉 但是善良的他一转念又想到 狼这种野生动物本就值得保护 而且大家也总又说万物皆有灵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终于这位牧民老王的善心占了优势 他决定要好好对待这几只小狼仔 他决定不能就像养宠物狗一样 去养这几只小狼仔 而是应该逐渐让小狼仔们恢复野性 兽性 最终还要把他们放生 那么应该如何让这些小狼仔们逐渐恢复野性呢 这位牧民老王对此还真没有什么经验 只好按自己的印象中狼的生存方式 来让这些小狼仔们去适应了 当养这些小狼仔们没几个月后 这位牧民老王就把他们带到了 有各种小野生动物的山林 开始有监护的放养 当然这得抽空 每天放牧的主要工作还是不能丢的 总之 这位牧民老王的意思就是 让他们自己生存 看看可不可以去主动捕猎 不过经过几次的尝试后 这位牧民老王终于发现 不给他们吃饭后出来放养 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野性 饥饿到一定程度的小狼 眼神明显发生了变化 从宠物似的温柔的样子 很容易就开始呲牙咧嘴 凶狠了起来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后 终于有小狼可以自己抓住小猎物了 这说明距离他们回归自然 又更近了一步 虽然这位善良的牧民老王 希望这些小狼们可以回归自然 但是经过这么多天的接触 难免会产生一些 人与野生生灵之间的特别感情 特别是他的孩子 与这些小狼们的玩耍 几乎成了他孩子的主要精神寄托 不过随着这些小狼们的逐渐长大 这位牧民老王终于有一天 对他的孩子说 我们应该让这些小狼们回归自然了 他们属于自然 他们需要再找回 属于他们自己的同伴 这位牧民老王的孩子 听到自己父亲这样语重心长的说后 虽然情绪上非常不高兴 但是还是懂事的 同意了自己父亲的建议 就在这一天上午 这位牧民老王和他的孩子 并带着这几只小狼 一同来到了当初救他们的地方 而这次是故意把几个小狼 喂饱之后 才把他们带到这里的 而平时训练时通常会让小狼们饿着肚子 小狼们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仿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的 他们站在这位牧民老王和他的孩子面前 一动不动 只是时而盯着孩子看看 时而盯着牧民老王看看 甚至眼角也被泪水浸湿着 看到这群小狼这个样子 小孩终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他的父亲虽然非常强壮 但他这样的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这时也不由得泪如泉涌 他俩都深情地摸了摸这些小狼们 为了不让小狼们再跟回来 他俩就坚定地转身离开了 而这些小狼们似乎也明白了 此次出行意味着什么 他们虽然没有再一次跟上 牧民老王与其孩子 但也是梦颂了很久很久 然后这位牧民老王与他的孩子的生活 似乎就恢复成了像以前一样 只不过他们俩也会时常聊起来 这一段为养病训练狼儿们的奇妙经历 有一天早上有些许的雾气降临 这位牧民老王的孩子也如约去找朋友玩耍 谁知道这雾气是越来越大 牧民老王的孩子与他朋友们见状感到不妙 于是就各回各家了 不过他的朋友家距离玩耍的地方都比较近 都很顺利回到了家 但是这位牧民老王的孩子 就越走越看不清前方的路 由于年龄也不大 一方面是看不清路况 一方面又是被这种大雾给吓住了 也不知怎么的就走进了一片山林中 大雾仍旧笼罩着他 他的情绪突然开始有些崩溃了 于是开始大声喊叫 开始哭泣 在野外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 周围有什么野生动物 不过就在他独自一人绝望地哭喊了许久后 听到了一阵阵狼嚎 于是他根据自己的本能反应 更加地绝望了 这种天气 在被狼攻击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哭声 直到这群狼走近了他 结果他一看这群狼怎么如此的熟悉 而且这些狼也丝毫没有敌意的样子 没过多久 慕名老王的孩子从极度的恐慌 便成了一脸疑惑 就在他一脸懵在原地时 其中一只狼冲着他叫了两声 就又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了看 然后这群狼都跟着去了 这慕名老王的孩子似乎也心灵神会了 也就跟着走了 令人惊讶的是走了好一会儿后 突然孩子的父亲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父亲低头看了看旁边 竟然还有一群狼 突然吓了一跳 不过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这不是我们喂养的那些小狼吗 他们毛发的颜色我可记得太清楚了 现在竟然长这么大了 先不说这些了 孩子呀找了你半天了 你跑哪里去了 可担心死我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点击订阅了解更多有趣故事